12月14日所爆發的康州小學校園槍擊案 奪走了26條無辜生命 震驚全美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紐約上週週一凌晨再度的傳出了槍響 導致兩人死亡 兩人受傷 半個月內連續兩起的重大槍擊慘案 也讓全美各地的執法單位 紛紛加強對槍支暴力犯罪的打擊力度 洛市警局今天在洛市與范奈斯兩地 從早上六點至下午四點舉辦槍支換禮卡的活動 希望藉此減少社會上的槍支數量 但這樣的做法是否能夠達到控制槍擊犯罪的效果 仍然有待觀察 洛市的這場槍支換禮卡活動 今天在市中心的洛杉磯紀念體育場 一個露天停車場舉行 為鼓勵更多人參與 槍支回購以匿名方式進行 及民眾在上交槍支時 執法人員不會向其詢問任何問題 洛市市長維亞萊格莎表示 維護社區安全的任務刻不容緩 因此將原本計劃明年5月的槍支回購活動 大幅提前到現在舉行 根據規定 上交自動武器可換得200元面值的RALF超市購物卡 手槍 步槍與裂槍則可換得100元面值的RALF超市購物卡 活動獲得熱烈迴響 今天等候車隊大排長龍 民眾上交的各色槍支也陸續裝滿了好幾個回收桶 這裏是新年輕人的AR15 像是枪支回购这样的活动 是否能够有效地阻止枪击暴力 其实现在社会上仍有许多争议 美国国家科学院一篇2004年的文章指出 在此类型回购活动中收到的枪支 通常是老旧或有故障的武器 因此被用于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最低 18台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